2000年到2007年 是国产优质悬疑剧 井喷的时代 像是大宋提醒官 神探迪人杰 《周岸六祖》 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而这期间 还涌现了一部这样的作品 它没有豪华的卡斯阵容 却因为演员出色的演技 缓缓相扣 丝丝入理的剧情 成了很多自身悬疑隐秘心中 国产悬疑剧的巅峰 本期就带大家看一看 这部多半评分 8.7的国产巡异人剧 《迷雾》 湖安是云岗市公交公司的高管 掌握着公司的财政大权 备受领导的赏识 这天 他和新婚妻子都蜜月回来后 老同学风仁亲自到机场接机 并告诉了湖安一个好消息 据可靠人士透露 湖安近期很有可能要高升了 就在湖安沉溺在喜悦之中的时候 远处一对男女看向风仁和湖安 遇到是风仁的妻子 翟晓婷 难道是风仁公司的财务总监 陈明基 此时 湖安和风仁不会想到 未来一系列麻烦事 都将从这一刻开始 你能肯定他一点没察觉 你放心 绝对没有 每一步都很着急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机会 他毕竟是你老公 要是弄僵了 我怎么破 翟晓婷和风仁合开了一家公司 风仁做了揣手掌柜 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了妻子 最近 翟晓婷和陈明基走得很近 风仁多多少少 还是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晚上 宣敏接了继母的电话 得知父亲被警方带走 原因不明 湖安向好友风仁借车 讲义起的风仁 知道湖安不大会开车 甚至直接开车 在他们赶回了宣敏的老家 回到家 翠晓婷见到了同夫 义母的妹妹小黎 小黎不喜欢翠晓 看到姐夫湖安 倒是开心地露出了笑容 姐夫 你来了 茶还是咖啡 哦 不用了 有人举报说爸受贿 行贿的人已经被抓了 这样爸也就被抓了 爸承认受贿了吗 爸可有钱了 昨天晚上还跟妈商量 跟舅舅的名义买房呢 小黎 你别乱讲 你知道什么呀 小黎精神上有些问题 怀疑是患上了抑郁症 初中没上完 就休学待在家中 期间还自杀了两次 第二天 夫人托关系 打听到了薛敏父亲 是收受股风材料公司 二十万的贿赂 而举报人是个女性 此后就一直没有露面 如今 胡安高升的关键时期 容不得半点闪失 在夫人的经营下 胡安先返回了工作的岗位 而他的那些同事 也似乎听到了风声 纷纷向胡安表达了数贺 其中 就包括他提升了 直接竞争对手 老秦 福西获西 就在胡安得意之时 单位的财务会计 博威威提醒胡安 尽快把年初 写给这小庭公司 周转的二百二十万公款 要回来 尽量快点吧 你也得给我时间 等钱到账了 我还得把账并一并 不然即使钱回来了 让老秦他们看出钱的走向 你不还得落个 挪用公款的罪名吗 人家是贴息的呀 再说这笔钱 是公司的闲置资金 本息无损 他们能怎么样 你马上就要容身 局纪委主任了 你说他们能怎么样 罗威威能设身处地地 为胡安着想 是因为 她一直倾心胡安 但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胡安对薰敏的爱 始终没有动摇过 没有给罗威威 任何的机会 回到家 胡安立刻联系了 这小庭 让这小庭 把钱尽快还上 这小庭承诺 后天打款 并就薰敏父亲被举报一事 向胡安表达了关心 胡安刚才来电话 催那笔钱 这么说 他也有察觉了 不会的 这么周密的设计 不是我想看他 那下一步 我们怎么办 必须要宽 这小庭和陈明基 显然在策划一起大事 还蒙在鼓里的胡安 给佛仁打去了电话 佛仁觉得妻子很奇怪 因为最近几天 他根本没有见过妻子 更没有说起 居民父亲被抓的事情 那么这小庭 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而且如今 公司的账上 又充足了资金 这小庭 又为何不立刻 把钱花给胡安呢 佛仁越想越不对劲 结合最近妻子 和陈明基来往甚密 她越发觉了 妻子在密谋什么事情 并且自己的头上 好像也顶起了一片 青青草原 佛仁带胡安去公司桌间 结果扑了个空 询问得知 妻子和陈明基去了验城 于是佛仁打电话 问妻子人在哪里 却被告知人在公司 面对赤裸裸的欺骗 佛仁彻底心寒 此刻的佛仁 已经非常确定 妻子背叛了她 第二天 佛仁再次催促 朕小婷还钱 却始终没有打通电话 她去公司找朕小婷 却看到朕小婷 轰轰张张地 坐上了陈明基的车离开 随后警方来到了 佛仁的公司 要求调查朕小婷 这时 佛仁才如梦方性 知道问题大了 破口的那家新闻社破产了 破产前的一周 朕小婷在那连续提取现金 提了四百多万 警方怀疑 他跟那儿的业务员 有特殊交易 四百多万啊 那他昨天晚上 干嘛要我等到明天啊 要出事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佛仁 你能不能做出 先把我那笔钱给我花过去 没有问题 现在是佛安 生触及干部的关键时刻 不差钱的佛仁 当然不会拖好兄弟下水 他打算立刻把钱还给佛安 却发现 自己这些年 早就被朕小婷和陈明基架空 没有财务账号账号 他连一分钱 都没法从公司取出来 妨然联系不上朕小婷 只能去找陈明基 去发现陈明基 已经卖掉了房产 很有可能 和朕小婷携款潜逃 此时的佛安 再也坐不住了 他知道过两天 公司就要财务大警察 如果这笔钱 不能及时地还回公司 恐怕自己的仕途就毁了 小婷把这这么大一公司 而且运赚这么好 他怎么可能 丢下这些 为了四百万潜逃呢 胡安胡安 女人是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他这样做哪里是为了钱 他是为了那个 吃软饭的陈明基 非找到那家伙 我把他堕碎了 埋了不可 他要是真跟那什么 什么陈明基私奔了 那公司的钱还都是你的 我不管别的 你先把我那两百二十万 给我划过来 你的钱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公司现在的钱 我一分钱也动不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从别人那儿 借了两百二十万了 明天到我账上 我马上打给你 听到钱 能如期还回来 华恩全这儿的心 暂时又有着落 他不仅感到一些愧疚 自己好兄弟的老婆 跟别的男人跑了 他首先想到的 不是安慰好兄弟 而是那笔借款 这样他觉得 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处理的又是兄弟情谊 这样 小婷的事情我先放下来 我先来办你的事情 你不要再说什么牢狱之灾的话了 钱要还 工儿还要做 我回宫子去 对不起啊 与此同时 薰敏的妹妹又在家中割腕自杀 好在抢救机时并无大碍 华恩去医院看望小黎 意外地撞见了陈明基 华恩表明了自己跟富人的关系 随即陈明基脸色大变 推倒了华恩 专业并逃到无影无踪 富人从朋友那里 借了220万 打算先还上 还恩欠能的笔钱 但乌露拼封连夜雨 警方一直要听 事情进入诈骗 把公司一疯人的私人账户 都冻结了 你给借你钱的人写借条吗 220万 我能不写吗 你先别着急 你听我说 你马上找到那个人 带上借条 让警察陪着你们一块去银行 让他以不信任为理由 把钱退回给原账户 退完之后 你让他从他的账户上 划到我给你那个账户上 好 我马上就办 然而胡安的想法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接管方在得知 富人公司出事后 根本不愿意 再把钱转到胡安的账上 无奈富人只能再想办法 但此时 胡安公司的财务大检查 已经迫在眉睫 另外一边 不与人社交的小黎 无意间在一张照片上 认出了翟小婷 这让薛敏 大感意外 询问得知 父亲被抓勤后 翟小婷曾到家中拜访 还给继母一大笔钱 表达了慰问 给我爸爸行贿的那家材料公司 只是一个挂牌的门脸 也就五六个人 根本就没有女的 什么意思 没有女的 你还记得雁城的那个陶大卫 是怎么说的吗 他说打举报电话的是个女的 至今都没有露面 你是说 翟小婷举报的 这是不是太牵强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去我家干嘛呀 在这之前 他跟我们家里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往 本来以为 翟小婷捐款前逃 只是想跟陈明基私奔 可是如今看来 虚霸被举报的事件 似乎跟翟小婷有关 这让翟小婷 喜欢前逃的真实动机 也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这时 胡安接到了电话 得知疯人出事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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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问你 出什么事了 你风总怎么了 他是不是寻短见了 不是 这不银行刚刚把公司财务状况传过来吗 公司已经 已经怎么了 已经没钱了 都被那翟总 还有那陈明基给转走了 连房子都卖了 翟小婷这招福利抽薪 让胡安倾家荡产 但为了还胡安的钱 他还是通过过去的关系 找到了借钱的路子 可是胡安知道 这是疯人在投掷自己的信誉 他根本没有能力 在约定的时间 还上对方的钱 胡安不想让疯人 信用破产 还是把事情 告诉了借款方 结果可想而知 他现在 确实是倾家荡产 但是 他还可以在这 我可以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让他重新成为 过去那样有实力的人 我也相信 他会还给你钱 那你做担保 可以 你现在 大权在握 能不能给我个工程做担保 不可以 公家的事 这是原则 罗威威提醒胡安 财务大检查还在进行中 胡安一定要尽快把那笔钱还上 不然麻烦就大了 这时 胡安看到桌子上有一封信 是翟晓婷寄来的 信里只有一行字 我不会让你们幸福的 胡安想起 他最后一次见到翟晓婷时 翟晓婷曾经慌慌张张地 把两封信塞进了邮箱 想必这封信就是那时记得 从信上的内容看 翟晓婷显然是在针对 胡安和薛蜜 但二人脚尽脑汁都想不起来 究竟是哪里得罪过翟晓婷 这时 君敏注意到 翟晓婷写来的那张信纸上 有四个痕迹 这应该是翟晓婷写的另外一封信的内容 而信中写的 幸存者周密复仇计划 想必是他写给同伙的 可是胡安明明看到 这小亭坐在陈明基的车逃走 那么那封信 显然就不可能是写给陈明基的 因此这小亭很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同伙 胡安的推力 获得了妻子的认可 只是同伙究竟是谁 还不得而知 第二天 公司的老总找到了胡安 让他帮忙办件事情 是这样 前年我装修房子 当时手头钱不够 我就从财务科 借了三万块钱 当时怕影响不好 就让老黄 用广告公司的名义借出来 明天我就退休了 这笔钱在我心里 一直坠坠不安 老黄也走了 财务科都是新人 让他们经手 我不放心 你现在主管财务 这件事 你就帮我办了吧 胡安把这件事 交给了罗维威办理 但政治上 异常敏感的罗维威 却认为这件事 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罗维威认为 老总在财务大检查期间 还钱 应该是嗅到了什么味道 想必这次检查 结果并不理想 后续继维 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罗维威的提醒 让胡安意意识到 那220万的借款 不能再拖了 好在疯人够讲究 他算把自己的别墅 信外 已还上这笔钱 但他需要一些时间 胡安 朋友这个词 在我的字典里 不是轻易就能拿出来用的 能填上这个窟窿 对我来说 不过失去一栋别墅 别墅菜 他有什么用 哪放不下我的一张床 对你来说就不一样了 他能换来你的大好前程 这是一笔很划算的投资 疯人显然是明智的 如今的他想要东山在一起 华安这个政坛的新兴 是他唯一的希望 保住华安的仕途 无疑是一笔非常有价值的投资 下午疯人 从警方的里得知 翟晓婷在军款潜逃了第二天 股丰材料公司 分给翟爸翟妈 汇了15万块钱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翟晓婷跟股丰材料公司有关 但一个公司 不会无缘无故地汇款 而且这家公司 又恰好是贿赂薛霸的企业 也让薛民确信 给薛霸下套 并举报薛霸的人 就是翟晓婷 疯人去卖别墅 却被告知 别墅则在上个月2号 就被翟晓婷交易了 疯人崩溃 翟晓婷绝望 他们没想到 翟晓婷的计划 是如此的周密 做的是如此的绝 如今看来 220万的借款 一时半会儿是补不上了 卢薇薇替胡安出了主意 让她以退为进 以我看 你现在局面 还是退一步比较好一点 怎么退 你留在这儿当副总 掌管财务 就能捂住这件事 捂住了就能争取时间 有了时间 哪弄不来200万堵 这个洞啊 胡安觉得 罗薇薇说得很有道理 并向领导提出 刘润的想法 可是领导 真的很欣赏胡安 还是劝胡安 陈公司改制之前 早点离开 这个是非之地 明后年公司就要改制 独立运作 或者转为股份制民营企业 胡安啊 咱们是老牌国营企业了 改制转手 就要清账作价 每一幅轮胎 每一笔账 都要交代得精清楚楚 多年的老企业 能不出点问题吗 人事问题不必多讲 肯定麻烦 最要命的是财务问题 问题能少吗 你现在能早离开就早离开 知道吗 如今的局面 逢人和胡安 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他们至今都不清楚 贾耀廷此话复仇了原因 更不知道贾耀廷的 另外一个同伙是谁 而整起事件的真相 又真的是如胡安和逢人 看到了这样吗 显然事件的真相 也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简单 甚至当事人 完全在圈套里 迷失了方向和判断力 这次复仇计划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敬请期待 下期视频的解说 每点关注的 可以点下关注 今后就能及时刷我视频 更新的推送信息 本期视频点赞过流线 我就立刻为大家解说 迷雾 接下来的剧情 还请大家 多提赞三连 敬请期待 虎安是公交公司的高管 掌握着公司的财政大权 这天 好友逢人的公司 需要资金周转 并向虎安借了220万 逢人加大业打 加上承诺会支付利息 虎安便利用职权 把这笔钱暂借给了逢人 然而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逢人后院失火 妻子札晓廷 和公司秘书陈明基 捡走了公司所有的钱 这220万的窟窿 一时半会儿是填不上了 加上公司正在进行财务的检查 虎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小厅捡走逢人全部的财产 不只是为了报复逢人 更是为了报复 国安和他的妻子宣敏 至于宣敏父亲 贪污被举报一事 也是这小厅身下的圈套 这天下午 宣敏去看望身患绝症的苏老师 得知当年 虎安本有机会留校 却因为一封匿名举报信 失去了留校的司格 信中匿名人举报 虎安曾经非礼过自己 当时苏老师通过核对笔记 发现机器人正是翟晓廷 居民相信虎安的人品 但他不解 早在大学时期 翟晓廷就要侵害虎安 那么虎安又是怎么得罪翟晓廷的呢 另外一遍 虎安和疯人查到 下落不明的翟晓廷曾去过南多 那里也是虎安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这就是洛凤山 南多人祖祖辈辈的坟营地 两年前一个在外地的大老板 女的说是南多人 她回来看到洛凤山以后啊 掉眼泪 说祖祖辈辈睡在这里 这么荒凉不忍心的 后来她说要出钱修祖坟 那你见过那个女大老板吗 没有啊 人家不敢出头露面 估计是大人怕穷亲戚 逢人和翟晓廷结婚多年 只知道翟晓廷过去生活在新疆 往往没想到 他的祖籍竟然是南多 之后 皇安遇到了小时候 经常给自己讲鬼故事的门卫大爷 你是南多人 不是 我是跟我父母来这儿的 我爸爸在这儿修水电站 您还记得吗 你是胡秀才的儿子 对对对 您还记得我吗 胡豆子 对 我是胡豆子 那 你这个地方那个毛病好了 我这儿有毛病 不是你 不是你 那孩子 断了脑筋 没得好来 我安从小就对我恐惧 在没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看到我 甚至会恐惧到昏迷 他自己也记不得 为何会患上这种病 但梅卫大爷说 胡豆子脑袋有问题 应该指的 就是这件事 修水库那两年 又是雷劈 又是奇果 没少出乱的 那胡豆子 就是让一个响雷 震断了脑筋 那年冬天 难多就打过那么一次雷 你不会是雷震的吧 另外一边 薛敏从老同学 春莲那里打听到 只要听 从他几份病历 咨询过春莲的老公 里面除了有薛敏妹妹 小黎的病历以外 还有两个 被隐去姓名者的病历 其中一名患者 有火恐惧 薛敏怀疑 就是胡安的病历 至于另外一份病历 目前还不清楚 患者的身份 薛敏把病历 拿给了疯人 你看 这个最奇怪 也不知道是谁的 把姓名 性别和年龄 都抠掉了 抠掉了 会不会是小婷自己的呢 她要留着姓名和年龄 那淳烟不就知道 这是她的了吗 方人告诉薛敏 这要听确实有一些 跟正常人 不太一样的习惯 这要听 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会一直洗澡 皮都搓出血来 还会不穿内衣内裤 出去逛一天 回来时 像是冒险成功一样喜悦 夫人将病历 交到了胡安的手上 这都是我以前的病历 我自己都没有 你从哪弄来的 这是翟晓婷寄给张春艳 让她老公帮着分析的 这是溃银屁呀 她翻来覆去的研究 我这究竟要干什么呀 有别墅 有汽车的日子 她有什么不满足的 风人 你们夫妻过了这么久 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我要有察觉 还有今天吗 胡安 薛敏 风人三人 始终不知道 这要听 报复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如今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这要听的复仇计划 已经准备了多年 敌人在暗 他们在明 本就胆小敏感的胡安 惊人上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 陈明基的女友 找到了胡安和风人 说陈明基昨天 跟他取得了联系 有投案四手打算 不过 陈明基也强调 只有拿到 翟晓婷的硬盘 确定了里面的信息 他才会投案四手 同时 陈明基还向女友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翟晓婷在北京 已经做了整容手术 之后 胡安找到了 翟晓婷的硬盘 发现里面 存储的 竟然是自己当年 去建设病院 看病史的视频 从视频画面看 应该是多年前 翟晓婷偷拍的 胡安不禁 即被发凉 将来翟晓婷 已经做整容手术 到时候他现在看谁 都觉得 是翟晓婷 翟晓婷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没事啊 没事 没事 谢谢啊 不客气 你怎么了你 你怎么了 胡安 翟晓婷一定这么 她就是翟晓婷 这个女人从来就没有这么笑过 今天突然人面桃花了 正常 胡安的精神状态 看起来已经非常糟糕了 他怀疑楼上的邻居小山 是翟晓婷 这样夫人和薰敏都感到很无语 不过胡安的观察倒也仔细 小山经常被有黑社会背景的丈夫家暴 身体总是亲一块自一块 从来没有笑容 这次到胡安家拜访 神色确实比过去好多了 第二天 神机部门的领导 向胡安公司的会计罗维威了解了一些情况 胡安看到后 立刻紧张了起来 因为那220万公款 正是罗维威经手 借给丰人公司的 如今胡安 只能继续往罗维威口风景 不要把这件事情抖出来 胡安去卫生间 看到有人在里面烧文件 因为对火恐惧 胡安立刻晕了过去 醒来时 人已经躺在了单位的医务室 领导也来看望了他 马上回家 我上休息 不用 我真的没事啊 财务上 查出一些问题 你病得正好 你回家休息 你不在 有些事情 他们也查不清楚 我用这段时间 正确把这些问题 咱们自己解决了 你马上回家休息 最好 能在医院再住上几天 显然 公交公司的财务问题 远不止胡安 那220万窟窿 下午 疯人去找胡安 看到楼下 停了警车和急右车 担心最近 胡安精神状态不佳 很有意外发生 便飞奔了上去 直到看到胡安没事 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 胡安楼上的黑社会大哥 遭人杀害 警方来此 就是为了调查这起命案 我看到冷屋门口 弹尸体 我从楼铁机口 就跑上来的话 你以为我 可不吗 他怎么死的 被杀 一刀 坐吧 这一定是得罪人太多 跟他来往的 我看没什么证据 胡安一想起 昨晚 他曾看到死者的妻子小善 鬼鬼祟祟的出现在楼道里 可是警方 去说小善这几天 在外地没有回来 显然其中 一定有隐情 为了避免大挫惊蛇 疯人暗中 观察了小善 翻译此人 在继承了丈夫的遗产 以及公司的精英权后 一改之前 懦弱受欺负的形象 变成了 雷利风险的女强人 他觉得此人不简单 甚至很有可能 是杀人暗的凶手 另外一边 产方传喜讯 胡安生了 先任命 胡安同志 为云岗市 公用事业管理局 纪律检查委员会 副主任 正出击 领导告诉胡安 罗维维能用公款的事情 被查出来了 数额相当巨大 据说 是给男友 带去澳门赌博用了 胡安怕罗维维 要出自己 想要投案自首 但夫人觉得 是自己害了好兄弟 便劝胡安 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会尽快抽集220万 把这个窟窿补回来 夫人过去 生意上的朋友 都知道他现在的处境 不愿意 寄钱给他 他只能点而走险 找一个夜总会的小姐 打电话 勒索小善 声称自己 目击到了小善 案发当晚 曾出现在命案现场 小善作贼心虚 容易支付封口费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胡安偷偷地 找罗维维 询问一些情况 因为担心 敏感时期 被人看到 会产生不好的联想 胡安把罗维维 约去了一家小旅馆 恰巧被妻子看到 薛敏最近 因为父亲贪污被抓 精神上 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如今才结婚一个月 就看到丈夫 跟别的女人开房 他一起之下 离家出走 最终胡安 到公安局报警 才找回了薛敏 胡安向薛敏解释 却故意隐缺了自己 挪用公款 寄给夫人公司 周转的事情 他这么做 也是不想让妻子担心 如果罗维他真的拿着公款 去澳门赌博 如果数额大 那我一定就有责任 所以我就约了他 想跟他好好谈谈 把问题弄清楚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 这种事 即便不能在办公室谈 那为什么就不能去找一个 饭馆茶馆 这种公共场所去谈呢 我也想过 可我怕在那种地方 你说让单位的同事碰见 其他方面的议论 就又出来了 薛敏原谅了胡安 并跟胡安说起了昨天 他遇到翟晓婷 小月同学的事情 我找到了一个他的同学 也是唯一一个 可以联系到的人 这个人正好就在云岗 他叫陈妍 是做生意的 我昨天晚上跟他见了一面 他跟我说了好多 关于翟晓婷的事 很可怕 什么事 翟晓婷到这来上学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要找一个人 这条证据显示 翟晓婷复仇计划开始的时间 应该是在大学之前 也就是说 翟晓婷是在很小的时候 就种下了复仇的种子 可是冯仁 胡安 薛敏三人 脚尽脑汁也想不起来 他们上大学之前 在哪里跟翟晓婷产生过交集 竟然给翟晓婷留下了如此大的仇恨 胡安做马商人 继维富主任 冯仁也送上了一份大礼 他给胡安汇去了 从小善那里 暂时敲打到的50万封口费 并承诺剩下的钱 也会近期凑齐 让胡安放心 小善被匿名人勒索后 房子租给了一个年轻的女性 女性身材跟翟晓婷有几分相似 考虑到翟晓婷已经整容 加上用了香水 又是同一个牌子 薛敏和胡安也立刻警觉了起来 第二天 胡安开始对罗威威进行了审问 由于罗威威手上握着胡安的把柄 胡安自然无法正常地进行审问 甚至因为焦虑过度 摔倒在了地上 之后总业会议上 胡安再度失败 现在查明 罗威威至少两次 通过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手段 将公司的银行日记账 与对调单私自调整相符 额度达460多万元 局里担心调查不力 疯传罗威威的问题跟势力 甚至省里的个别领导有监领 怕横生阻力 我再次表个态 我这个欺品芝麻官可以不干 打案子一定要查 而且要一杀到底 胡安担心 罗威威一旦被证实 罗用公款 必然会咬出自己 工作完全不在状态 甚至一度昏倒在订梯里 领导认为 胡安的精神状态 已经无法上任工作 决定停他的时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怎么精神状态 就不好了呢 能把裤子鞋子尿湿的成年人 而且自己浑然不知 这就说明你很不正常 胡安被停职 薰敏的妹妹小黎 已从精神病院出院 暂时住进了胡安的家 这天晚上 薰敏不在家 小黎也传到非常暴露 住在了胡安的面前 胡安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其实你生活中 什么都不缺 缺的是一个 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人 这是一个多好的家呀 可惜女主人并不胜任 只有我才能 胡安被引前的一幕惊呆了 一直以精神病人状态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小黎 接下来说的这段话 更是让胡安 几倍发凉 你要是知道我小时候的经历 也许你会好奇 我怎么能活到今天 小时候 我爸我妈 把钱都用在了她身上 我只能受她的迫害 我爸我妈 为了她每天都吵架 薰敏呵斥我妈 就像呵斥小猫小狗一样 我从小就怕她 看见动画片的巫婆 我就能想到她 做过的坏事 必须偿还 一直以来 我还都以为 他们面对的 只是这要听的报复 如今小黎的自曝 一样事情变得 更加的不朔迷离 小黎究竟是不是 这要听的同伙 迷雾重重的案件 真相 恐怕远没有我们看到的 那么简单 甚至当事人 完全在圈套里 迷失了方向和判断力 这次复仇计划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尽请期待 下期视频的解说 没点关注的 可以点下关注 今后就能及时收到我视频 更新的推送演习 本期视频 点赞过6000 我就立刻为大家解说 迷雾接下来的剧情 还请大家多简单三点 敬请期待 虎安年轻有为 三十出头就升任正出级干部 前途无量 然而最近 他却麻烦是缠身 虎安在公交公司 主管财务期间 曾利用公职 借给好友封人 220万的公款 用于封人公司的周转 本来 加大业大的封人 临本戴希 把这笔钱还上 根本不成问题 谁曾想 封人后院失火 他的妻子翟晓婷 和财务总监 陈明基 全款潜逃 220万的窟窿 不仅填不上 虎安还很有可能 因为能用公款 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随着事态的发展 虎安和他的妻子 薛敏 更是惊讶地发现 翟晓婷 全款潜逃 不只是为了报复丈夫 更是为了报复胡安 和他的妻子薛敏 甚至薛敏的父亲 贪污被举报一事 也是翟晓婷 设下的圈套 翟晓婷逃亡前 曾寄了两封信 一封信寄给了 胡安夫妇 相言 不会让他们幸福 另外一封信 则写着 现存者周密的复仇计划 万一 是寄给他的 另外一个同伙 只是这名同伙 究竟是谁 目前还不得而知 胡安因为承受压力过大 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 领导决定 让他停职 回家休养 而与此同时 薛敏的妹妹小黎 也从精神病院出院 占坐在胡安的家 这天晚上 薛敏不在家 小黎喝了点酒 一干往日 神神叨叨的样子 一身清凉的打扮 勾引起了胡安 并说出了让胡安 几倍发凉的话 你要是知道 我小时候的经历 也许你会好奇 我怎么能活到今天 小时候 我爸我妈 把钱都用在了她身上 我只能受她的迫害 我爸我妈 为了她每天都吵架 薛敏呵斥我妈 就像呵斥小猫小狗一样 我从小就怕她 看见动画片的巫婆 我就能想到她 做过的坏事 必须偿还 第二天 胡安问起小黎 昨晚说了什么 小黎一副 什么都不记得的样子 也让胡安分不清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小黎 她只能严肃地告诫小黎 少喝点酒 下午 胡安把这件事 告诉了疯人 考虑到如今 胡安的精神状态 疯人对胡安所说之事 也持保留态度 你现在神经确实崩得太简 有点异性 这也正常 小婷失踪以后我也有过 可是你把小黎说成这样 这事情就严重了 如果是真的 那她这个定时炸弹 不管什么是爆炸 都会把你崩到天上去 如果她没有问题 那就更可怕 这说明你刚才说的这一切 都是你的错觉和异性 被好友质疑精神状态 也让胡安大受打击 整个人像是没来活儿似的 我今天怎么没去上班 不行我得去看看 胡安 当委不让你休息 现在都快下班了 你去干嘛 不行不行 那个星球台让我查案 你现在怎么跟没活儿似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了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好吧 什么都不说 我看出来了 你也把我当成病人 夫人去胡安家吃饭 故意试战小黎喝不喝酒 谁曾想小黎竟然说自己 地久不沾 也让风人更加怀疑 胡安的那些说辞的真实性 另外一边 纪委在对胡安与公司会计 罗威威挪用公款赌博一案的调查上 遇到了一些困难 据罗威威的男朋友交代 他和罗威威几次参赌 所涉及的金额应该不会这么大 这一点目前基本可以证实 这也就是说 罗威威在任职期间 所贪污挪用的款项 现在还对不上账 往来的记录 也都被他销毁了 这就需要银行方面 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差额还有多大 500万左右 调查的结果怎么样 不好 罗威威总是在已经交代的问题上 要圈子 纪委对不上那500多万 其中220万 就是胡安借给风人公司的 不过罗威威口风非常紧 始终没有出卖胡安 而如今 对纪委调查工作 更不利的一幕发生了 罗威威竟然畏罪自杀 另外一边 领导江胡安精神状态出问题 被停职的情况告诉了薛敏 薛敏也大受打击 这段时间 胡安装模作样去单位上班 就是不想让薛敏担心 要说薛敏也真是个好妻子 为了守护丈夫最后的尊严 他不仅没有捅破这件事 反而让丈夫安心地休养 早日康复 虽然薛敏为胡安付出了很多 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 胡安跟他的婚姻 即将面临更大的风浪 而这个风浪是座俑者 却是他做梦 也不会想到的人 为了搞清楚 胡安究竟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薛敏请来了一个专家 他的言语联想散漫 没有明显的目的性 内容嘛 也有些荒诞离奇 思维逻辑 稍嫌紊乱 性本状态和木僵状态呢 交替出现 是紧张型症状 早期比较典型的特征 专家认为 胡安目前的症状很轻 如果治疗及时得当的话 还是可以矫正的 另外一边 就在胡安还在为自己挪用公款 随时可能遭到逮捕 而焦虑不安的时候 小黎竟然偷快送报 勾引起了胡安 你终于赶了 小黎故意在姐夫胡安面前 说姐姐和夫人的坏话 并勾引姐夫做出不容丑事 胡安这人太老实 这种场面他根本厚不住 只觉得胃部一阵翻腾 随即便呕吐了出来 这时薛敏回到家 胡安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薛敏 可是小黎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含水在床上 薛敏觉得 这一切只不过是丈夫的异象 并未当回事 但随后 在与小黎的一次聊天中 薛敏说起了小黎 搓穿她内衣的事情 薛突然意识到 小黎 似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 我发誓 我真的不是故意穿错的 谁信啊 薛敏把内衣穿错了呀 真的 你不也穿错过吗 你上大学的时候 不是也穿错过别人的内衣吗 薛敏上大学的时候 曾经错穿了 翟小婷的内衣 这件事只有他俩知道 小黎又是怎么得知的呢 想起最近 丈夫讲的那些小黎的事情 薛敏不禁几倍发凉 第二天 胡安为了证明小黎 一直在说谎 用录音笔 录下了跟小黎的对话 并拿去给薛敏听 然而意外的情况 还是发生了 薛敏 我是翟小婷 发生的一切 仅仅是序幕 好戏 才刚刚开始 仔细听了 姐 小黎 不行 这是什么 你放手 小黎 我要给我解了 你放手 小黎 姐夫 不许你污蔑我解 解 解 显然胡安中了圈套 不过薛敏 对妹妹已经产生了怀疑 所以对于录音里的内容 她还是持保留态度 并且 她也开始怀疑 经常跟小黎 在往常聊天的月月 很有可能 就是幕后黑手 第二天 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薛敏回到家后 竟然看到胡安 和小黎 赤身裸体地 躺在床上 薛敏 我发誓 小黎 我知道 有人在北方 有电脑支持你 我本来想留下 你查出这个人 但是现在我不想这么做了 我不想查到那个人了 我知道他是谁 他会遭报应的 你现在就走 马上就离开这个家 姐 我知道我错了 可真是你不能怪我呀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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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什么话都不说呀 姐夫 你糟糕了 这套你 你让我说什么 你要让我说什么 这整处都是你编剧 你导演的 你让我说什么 我瞧瞧你的大姐 你跟她说清楚 我锁门了 你是怎么进去的 你跟她 我不想进来进去 给我扯 整个家都乱了套 相应此时 策划复仇计划了 这奥亭 如果看到这番场景 一定乐开了花 凤人劝胡安冷静点 这一切都是敌人 施下的圈套 是这奥亭 用月月的身份 通过网络 离间了小黎 和薛敏的关系 被逼封的胡安 让小黎 交出月月的联系方式 正躲中 二人又倒在了床上 薛敏看到这种场景 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 离家出走 并偷偷地躲在暗处 观察小黎 和胡安之后的反应 你知道 打电话检举 我爸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不知道 It's me It's me 千手不如 是斩小婷的糟糕 不是斩小婷 是月月 很帅的爷爷 小黎童年 对薛敏的嫉妒 让她内心变得扭曲 只要能让薛敏过得痛苦 她什么都愿意做 而月月 正是利用这一点 把小黎 变成了自己的棋子 薛敏 击穿了小黎的阴谋 迎看计划 功亏一篑 小黎给月月 写了一封遗书后 搁碗自杀 额头上 还写下了 复仇女神的名字 小黎死后 华安住进了医院 可是斩小婷 依旧阴魂不散 他给华安 寄去了一张 充满火焰的明信片 上面写有 小黎电脑的密码 华安打开了电脑 里面全是 夫人和薛敏 亲密照片 其实这场人仔细观察 还是能够看出 照片是批出来的 但华安 毕竟精神已经失常 失去了基本的分析能力 他看到这些照片 只感到 被最好的朋友 和最亲密的爱人背叛 他万年俱灰 换上了一身 最体面的衣服 安静地躺在地上 此时没气 已经蔓延了整个房间 庆幸的是 薛敏和逢人 即使出现 救了华安一命 这段时间 薛敏真的经历了 太多的糟心事 先是父亲被涉取 以贪污罪 遭到逮捕 随后 朱耀廷失踪 并对他们 发出了复仇的警告 接着妹妹小黎 被人利用 成了复仇的工具 最后洛克自杀了结局 而如今 丈夫被逼疯 又缠练自杀 可想而知 薛敏内心 承受了压力 有多大 现在我也想 去了 去了很容易 我也这么想过 这两天 给我们指的 好像就是这条路 我们走下去 我们走下去 只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他对我们一点 测印之心都没用 非要治愈 死定 为什么呀 薛敏想不明白 翟耀廷 为何要把他们逼到这般田地 更不清楚 他们究竟哪里 得罪了翟耀廷 之后薛敏翻看小黎的遗物 发现了一张老照片 是月月和秀秀 小时候的合照 此时的薛敏 还没有意识到 这张照片 将会是揭开 所有真相的关键 迷雾重重的案件 其实真相 远没有大家看到的 那么简单 甚至结局 将会从根本上 颠覆大家对于 整个故事的判断 敬请期待 迷雾真相片的解说 没点关注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今后就能及时 刷我视频 更新的推送信息 本期视频 点在过六千 我就立刻为大家解说 迷雾接下来的剧情 还请大家 多点赞三连 敬请期待 刚结婚不朽的薛敏 最近真的经历了 太多的糟心事 先是父亲被社区 以贪污罪则的逮捕 随后好友 翟晓婷全款潜逃 运对她和丈夫 胡安 发出了复仇的警告 接着 妹妹小黎 被翟晓婷利用 成了复仇的工具 最终落个自杀的结局 而如今 丈夫因为逼疯 差点自杀 可想而知 薛敏的内心 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薛敏实在想不明白 他们跟翟晓婷 无怨无仇 为何翟晓婷 要置他们于死地 之后 他和风仁 在小黎的遗物中 找到了一张 秀秀和月月的合照 此时的薛敏 还没有意识到 这张照片 将会是他切开 所有真相的关键 胡安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他在发疯的时候 也提到了 220万公款的事情 薛敏询问 逢仁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逢仁 也只能说出了实情 张晓婷 以公司资金周转 拨开为由 向胡安借了一笔公款 那是胡安 负责的工程款 一共是220万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你们明月回来以后 我听说胡安要高升 就突然意识到 一定要还上这笔款 这才机关里可是件大事情 然而这小厅 群走了所有的钱 这220万的窟窿 一旦填不上 胡安必将 因为浓用公款的罪名 遭到逮捕 薛敏打算卖掉房子 为胡安赎罪 此时的疯人 突然接到了一个 振奋人心的电话 他之前 在新一南 投资一个项目赚钱了 有400多万 有了这笔钱 什么问题 都能够得到解决 于是他订了机票 前去新一南 办理相关的事宜 薛敏去机场送疯人 恐怕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竟是他跟疯人 说的最后一句话 你就安心上路吧 遇到事情 我会处理的 时间已经到了 走开进去 走 妻子翟晓婷 选择了疯人 全部的家当 他已经倾家荡产 即便如此 疯人还是想尽办法 帮胡安 填上那220万的窟窿 甚至 不惜用上敲诈勒索的手段 如今 眼看柳暗花明 疯人 却不幸遭遇了空难 薛敏得知这一噩耗 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了 过去 至少还有疯人 这个好朋友 帮他一起扛着 如今 他只能孤身面对 翟晓婷的复仇计划 要说胡安 真是一个有福之人 虽然面对 翟晓婷的复仇 他最先倒下 被逼得精神失常 但至少 他还有疯人 这个肝胆相照的兄弟 还有薛敏 这个精强勇敢 不离不弃的妻子 薛敏很快 振作了起来 他化身命侦探 开始着手调查 翟晓婷 欠他复仇的真正原因 很快 薛敏便从南多 一个村民那里打听到 照片上的女孩 月月和秀秀 是二十多年前 一场大火的受害者 秀秀被当场烧死 月月也中度烧伤 毁了戎 大火发生那晚 是秀秀和月月的母亲 与隔壁老王 打喜的日子 除了月月和老王的儿子 王大宝逃出来以外 其他人都葬身火害 另外一边 薛敏楼上的邻居 单广平被举报杀夫 面对审问 小单承认了罪行 并咬出 最近有人 敲诈了他二百二十万 目前他已经支付了 一百六十五万 这笔钱 正是逢人 火中一个 坐在要挟敲诈 敲诈的 只是这笔钱 如今存在了薛敏的账户 加上逢人出事 死无对证 警方只能逮捕了薛敏 这个逢人 借这么大一笔钱 为什么不放到自己账上 还要放到你的账上呢 因为 他是为我丈夫借的 他是我们最信任的朋友 他跟我丈夫的友谊 我没法用语言说出来 之后 为逢人办事的坐在小姐 再次打电话 向善广平要钱 被警方登场勤获 至此敲战案 真相打败 薛敏也被无罪释放 火安经过一段时间 在精神病院的治疗 逐渐恢复了正常 回到家后 他一直没见到逢人 加上妻子 在这件事情上 总是遮遮掩掩 火安越发觉的不太对劲 直到他看到了 逢人遭遇空难的新闻 我再也见不到逢人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很难过 可是你一定要听住 我不相信 怎么这么多不信 要缠着我们啊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薛敏带着火安散心 并告诉了火安 只晚时间 他独自调查 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薛敏怀疑 火安从小对火恐惧 以及翟晓婷的复仇计划 很有可能 跟难多的那场火灾有关 于是 他开始引导火安 重新回忆起那场 沉睡了二十多年的噩梦 当火安从噩梦中惊醒时 那场火灾的真相 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那场火灾的元凶 就是火安 小时候 火安放冰炮 点燃了月月家的柴火堆 酿成了一场悲剧 自那时候 月月就对火恐惧 并且记不得那晚发生了一切 如今 薛敏已经非常确信 月月就是宅耀婷 她是因为火灾事件 才展开了报复计划 然而 当薛敏找到了月月的老邻居时 大家却说 月月毁容严重 即便进行了整容手术 也恢复不到正常人的样子 这个幽灵 是怎么脱胎换过 从月月变成翟小婷的 知道了这些 就离找到她不远了 我想知道她的一切 知道吗 如果可以证明 她苦心居虑二十多年 一直是在死机报复你 那在你挪用公款的事上 她就有欺诈陷害的嫌疑 如果以后上了法庭 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下午 胡安在收拾逢人的遗物时 发现了一个钥匙卡 打听得知 是封井王朝小区地下室的门卡 胡安和薛敏 找到了这间地下室 正巧 房屋的主人也赶了过来 为了避免打错惊蛇 胡安和薛敏躲了起来 这应该就是宅小婷和陈明基 藏身的地方 这地方确实难找 他们还会出现 可是逢人怎么会有这个房间的钥匙呢 不知道 他们一直 会有来往 那不可能 贾小婷已经消失那么长时间了 而且 她把缝人整得那么惨 缝人又在一直找她 还在帮你筹钱 他们还能有来往 那不可能 故事进展到这里 整个事件也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月月毁容严重 恢复不到正常人的样子 所以她绝不可能是贾小婷 而逢人被贾小婷害得那么惨 也不存在跟贾小婷 有任何秘密接触的可能性 所有的疑点 随着调查的深入 都走进了死不痛 第二天 我安前去封井王朝小区 调去地下室的监控 发现昨天 其余地下室的女人 并不是贾小婷 而是陈明基的女友 宋雪梅 对此 宋雪梅承认 陈明基出事后 曾躲在那个地下室里 最近陈明基 已经多日没有跟她联系 所以昨天 她还会去那里找陈明基 宋雪梅告诉胡安 陈明基资马一本书 寄到了国外 晚上 徐敏和胡安 就沦写了对于案件的看法 当初是谁让我们认定 翟小婷就是月月 翟小婷为什么会有月月姐妹小时候的照片 小黎的电脑里 为什么一直会有月月发过来的邮件 如果翟小婷不是月月 那南多 那么小的地方 为什么一直会反反复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退一步说 翟小婷就是发信人 她取名月月纯属巧合 那她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关于你从前的事情 薰敏的怀疑 其实已经指出了整起事件矛盾的核心 一直以来 胡安和薰敏都认为 翟小婷是复仇计划的幕后黑手 可是翟小婷并不是月月 咱也不可能知道关于那些火灾的细节 更没有为了能杀火灾而复仇的动机 造成这种矛盾的关键 在于有人刻意误导了胡安和薰敏 让他们将翟小婷和月月划扯上等号 简单点说 就是整起事件从一开始 就被幕后黑手带拼了方向 翟小婷根本不是复仇计划的幕后黑手 胡安和薰敏打听到月月回容后 被姑妈周大姐带去了北京 而另外一个活在的幸存者阿果 则死在了福利院 然而胡安找到周大姐家当年的保姆时 却得知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线索 阿果和月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家里失了火以后 又进了同一家福利院 阿果就是大宝 你知道大宝 对啊 他过去就叫大宝 可是 可是大宝已经死了呀 没有死 是周老太太和阿果一起琢磨出来的办法 阿果晚上从福利院跳墙出来 老太太把他带过来的 包姆告诉胡安 阿果不仅没有死 后来还考上了大学 几年前听说学业有成 赚到了钱 并借走月月去过好日子了 如今看来 这个阿果很有可能和月月 一同策划了这一系列复仇计划 不过目前还有一个疑点解释不通 对于胡安的报复 源于真要亭全款潜逃 导致胡安填不上那220万的公款 既然如今已经证明 这要亭不是月月 那么他在整几事件中 又背影着何种角色呢 要搞清楚复仇计划的真相 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阿果和月月 于是胡安和薛米 前去拜访了阿果的高中班主任 从他那里拿到了阿果的照片 而这边上的人 却是胡安夫妇 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人 大宝就是阿果 阿果就是疯仁 这太难以置信了 宅小婷肯定不是月月了 可是疯仁怎么会 变成这个阿果了呢 太稀奇古怪的事了 其实阿果是疯仁 反而让整个复仇计划 清晰了很多 宅小婷的事都是假的 都是疯仁编造的 小离电脑里的东西 也都是疯仁干的 疯仁目击了单广平 丈夫死的时候 单广平他就在现场 他敲诈单广平 以为我借钱 和我是国家干部为理由 把敲诈来的钱 全打在你的卡上 然后他又利用 我在单位里的压力 和小离的心理 对我做出种种暗示 让我的精神渐渐的病变 他看着我的病情 越来越严重 一直被送进精神病院 我住院以后 他知道 只有你才能帮助我 你对我的重要性 他很清楚 所以他在出国前 向警方举报了 单广平杀父安的来龙取脉 逢人对胡安的复仇 不是要让胡安死亡 而是要让胡安 在无间的地狱里 一直受到折磨 他设想的结果 是胡安被逼疯 许敏坐牢 只是没想到 许敏是如此的坚强 竟然陪着胡安 一步步地挺了过来 之后 陈明基寄到国外的信件 因为长时间没有收件 而被退了回来 胡安拿到了信件 里面藏了一卷录影带 夫人 我求求你 我以后绝不再插手你的身体 只好闭嘴 你知道干什么做 我走的也许他有别的办法 夫人 给你三十秒 我求求你夫人 夫人 我求求你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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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员 逢人逼着陈明基 杀害札耀廷的视频 是陈明基为了自保 当时偷偷录下的 这时 胡安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猜想 他认为 逢人还没有死 真正发生空难的 其实是陈明基 陈明基寄往新西兰的那个邮件 为什么要写逢人手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不会交给逢人的 那是他寄给他自己的 他提前预定了新西兰的那家酒店 然后把那个记事本先寄过去 等他到了 正好能收到 为了证明 胡安的推测 薰敏向逢人 之前预定了新西兰酒店 索要了护照信息 是陈明基 你看真的是他 上飞机的真的是陈明基 逢人的名字 陈明基的照片 逢人一定是在机场 通过安检以后 把自己的护照给了陈明基 如果陈明基安全到了新西兰 那他的后半生 应该就叫逢人了 逢人没死 胡安对策 逢人此刻 应该正和月月生活在一起 不过 他有办法 把逢人引出来 并知道朕小婷 美式的地点 警方查到 月月住在周山 于是火安 把准备好的信件 寄了过去 月月你好 我是朕小婷 过去我们通信 你还叫过我嫂子 后来是我错怪你了 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 这么长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我从鬼门关口又回到了人间 把我送到鬼门关的正是我的老公 你北京的阿国哥 南多的大宝哥 当我从那个山里的黄土中爬出来的时候 我仇恨他 仇恨你 我想要是报复你们 只需给警方一个电话 就可以让他彻底消失了 可是我没这样做 既然他已经不爱我了 甚至要指我于死地了 那还是永不见面为好 别再互相伤害了 还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吧 逢人为了确定这封信的真实性 又去了埋藏札耀廷的地点 被警方抓了个现行 逢人患有孟买水手综合症 这种病在医院身上发生了几率较高 他们的生活就像演戏 演戏就是生活 当年逢人还叫阿国的时候 住进了精神病院 与真正的逢人成为了最要好的病友 恢复正常后 阿国借由逢人的姓名和户口 报考大学 并开始着手准备他的复仇计划 他表面上和胡安交朋友 精心导演了一场 在精神上折磨胡安 摧垮胡安家庭的人生大戏 他利用薛敏同父异母的妹妹 来破坏胡安的家庭 利用与胡安是好朋友的关系 引用他欺下了220万的公款 制止胡安一步步走向精神崩溃 并陷害薛敏坐牢 但天网灰灰说而不漏 夫人虽然达到了报复胡安的目的 但自己也触犯了法律 因为有杀其命爱在身 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之后胡安找到了月月 他发现在疯人的保护下 月月根本不知道 所谓的复仇计划 即便会容 他也依然保持着 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甚至还劝胡安 不要为当年的起意外 背负太重的枷锁 警方在月月下 知道了一封真要亭 寄来的信 但信的内容 却是写给胡安的 胡安 先赶快把钱还上 从你这借的这笔钱 我很后悔 现在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去处理 等马王这两天 我会告诉你一个 难以置信的秘密 它涉及到一个复仇计划 记住 离开逢人 不要再跟他来往了 他就是以前在南多发生的 那场火灾的幸存者 切记 以便记取存者 密码就在你结婚礼物的后面 宅小婷匆匆与出租车内 这就是记错的那东西 记给我们的那通 应该是记得月月 是同一天 他在记信的时候 恰恰是因为我在跟踪他才慌了 简直是 奇迹 故事的最后 胡安在妻子的配同下 到纪委 谈白了自己挪用公款的事实 虽然做姥姥 但内心却获得了工钱的解放 而逢人 虽然一度在复仇中得到了满足 但最终 在得知自己计划失败后 还是被心理了质固和仇患反噬 住进了精神病院 迷雾 实际绝对控制 沉默了证人之后 董勇和蒋伟导演的第三次合作 可以说 他们每一部作品都是经典神作 特别是沉默的证人 更是国产犯罪心理类 寻一剧的巅峰之作 对于这部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持续关注我后续视频的解说 没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 今后就能及时收到我视频 更新的推送信息 本期视频点赞过来有限 我就立刻为大家解释一部 国产薰衣加片 还请大家多点赞三连 敬请期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